妊娠糖尿病患者的健康饮食 您好,欢迎观看妊娠糖尿病患者的健康饮食视频1 在本视频中,我们将回答有关妊娠糖尿病的一些重要问题 讨论它是什么,它可能引起的症状 它可能会如何影响您和您的宝宝,以及它的治疗方法 妊娠糖尿病 妊娠糖尿病或称作GDM 是一种在怀孕期间发生的糖尿病的名称 它最常见于妊娠26周左右 其症状是血液中的葡萄糖或糖分含量增加 当身体消化含有碳水化合物 身体的主要营养素之一的食品或饮料时 会将它们转化成一种糖 这称为葡萄糖 这种葡萄糖会被我们的血液吸收 从而使血糖水平升高 通常情况下 我们身体的胰腺会产生一种叫胰岛素的激素 来控制这些血糖水平 并防止血糖过高 胰岛素的作用很像一把钥匙 让多余的葡萄糖从血液中排出 并进入身体细胞 在细胞中 它们可被用作能量 然而 怀孕期间 其他激素水平的变化 会扰乱这个过程 在正常情况下 当血糖水平升高时 胰腺会产生胰岛素 但它可能无法像往常那样工作 因此可能会需要更多的胰岛素 这称为胰岛素抵抗 如果身体不能满足这种增加的需求 就会发展为妊娠糖尿病 如果没有足够的胰岛素 从血液中排出的葡萄糖就会减少 血糖就会保持在过高的水平 妊娠糖尿病有一些典型的症状 您可能在确诊前经历过 也可能没有经历过 这些可能会包括 视线模糊 尿频增加 口渴增加 疲倦 和反复的尿路感染 这些症状应该会随着您血糖水平的改善 而消退 到您进入孕期的后三个月 大约28周 您宝宝的主要器官已发孕良好 然而 将您的血糖水平 尽可能保持接近正常 仍然很重要 您的糖尿病团队将与您讨论您应努力达到的理想水平 他们将在您的整个孕期为您提供支持 以优化您的控制 如果您的血糖水平过高 就会为您的宝宝输送过多的卡路里 这可能会导致一些并发症 您需要了解这些并发症是什么 这点很重要 当您前往诊所就诊时 可以与您的助产室或医疗团队进一步讨论这些问题 您可能遇到的并发症 包括先兆子咸 子宫内分泌过多液体 难产 以及银产或剖腹产 您的宝宝可能出现的并发症包括 宝宝在您怀孕期间体重过度增加 出生后 他们的血糖水平可能很低 并且需要监测 直到血糖水平稳定下来 以及死产的风险会有微小的增加 但请记住 通过正确治疗您的妊娠糖尿病 您可能不会遇到任何这些并发症 有时改变饮食就足以控制您的血糖水平 但有些女性需要开始口服药物 或注射胰岛素 才能实现这一目标 这通常可能会超出您的控制范围 但是 无论是否服用药物 您都必须继续遵循饮食建议 这一点仍然非常重要 我们现在已经到了 妊娠糖尿病的健康饮食视频一的结尾 我们希望回答在视频开头重点提出的问题 这些问题涉及什么是妊娠糖尿病 它可能的副作用 以及如何有效管理它 以降低健康风险 并促进一个健康愉快的运气 本视频由NHS 大格拉斯哥和克莱德 糖尿病服务的注册营养师制作 感谢您的观看 并鼓励您现在观看视频二 健康饮食和食品类别概述